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州大地春潮涌动 百叶待兴 省市政府决定兴办地方大学 一所以这座城市命名的高等学府 成都大学就此应运而生 建校之初 学校为本科院校设置 1983年 响应高等教育结构改革试点 改办专科层次职业大学 2003年 经教育部批准恢复为 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更名为成都学院 2006年 具有百年师范教育历史的 成都教育学院 成都幼儿师范学校 成都卫生学校 整体并入 2010年 具有百年历史的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成都铁路中心医院 并入学校 更名为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2013年 国务院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国家级抗生素药物研发基地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并入学校 2017年 学校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立项 建设单位 40年砥砺前行 梦想尝心 40年发展壮大 梦想行远 成都大学始终与改革开放 伟大事业同向同行 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同步前行 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同频共振 始终坚持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校成融合 资源融合 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特色战略和国际化战略 今天的成都大学 师资力量雄厚 学科群建设特色鲜明 校园治理现代 国际化开放 协同程度高 整体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 显著提升 学校环境优美 面朝万亩青龙湖 施地公园 是四川省首批文明校园 办学条件不断提升 硬件建设不断加强 有全日制在校生2.2万人 研究生和留学生比例逐年提高 内设16个学院 58个本科专业 拥有硕士学会授予权 一级学科类别9个 二级学科领域25个 涵盖10大学科门类 建有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引进国家洁青 长江学者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 国家级人才 和高端外国专家近40人 特聘70余名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 和名校博士担任研究员 副研究员 拥有中国高倍引学者 国家洁青 国家科技进步奖 哲学社会科学奖获得者等 高层次人才50余名 专任教师近1300人 优秀的师资队伍 成为学校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这里格固顶心 英才辈出 学校紧密对接中心城市人才需求 推进正产学研用融合 形成了政府引导 行业主导 企业参与 科研支撑的校成融合 开放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 学校是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中国教育专业认证 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学校是四川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成立创新创业学院 建有国家级重创空间 学生近五年 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六百六十多项 创业竞争力 进入中国大学创业竞争力排行榜 前百分之五 成立张岚学院 开展优秀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 三年来张岚学院学生发表SCI 核心期刊等论文近四十篇 申请国家专利三十多项 EPP具有良好科学和人文素养 系统基础理论知识 过硬专业实践能力 突出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在这里脱颖而出 这里学术昌盛 贡献卓著 学校大力实施特色发展战略 聚焦优势学科专业 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 集中力量建设动漫与文化创意 生物医药 智慧制造与城市建设 统筹城乡教育四大学科群 建有国家级和省部级 省厅级科技平台26个 医用机器人等交叉学科研究中心7个 生物医药、食品科学等学科应用研究特色鲜明 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 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立高等研究院 打造校内科研特区和人才特区 近五年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366项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省科技进步1等奖 省哲学社会科学1等奖等 省部级级以上奖励46项 近三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 名列赛川高校前10位 2018年国际自然指数位列全国高校第187位 赛川高校第6位 连续4年入选国际ELSER中国高倍隐学者榜单 主办的核心期刊 中国抗生素杂志学术影响因子 位居全国药学学术刊物前列 这里校城融合 共兴共荣 大学因城市而兴 城市因大学而胜 学校与中国农科院 新华三集团和成都市各区市县 及市局部门广泛建立正产学研用战略合作关系 共建新华三IT学院 成都大学新闻学院 天府文化研究院 成都足球学院 成都市旅游研究院等平台 学校50%以上的科研项目和经费 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开展 成都中心城区70%以上的幼儿园园长 60%以上的小学校长毕业于此 70%以上的毕业生在成都就业和创业 成为助推成都发展的智力引擎和人才支撑 这里海纳百川多元共生 学校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 依托成都国际有成资源 与美、德、韩、泰、新西兰和以色列等 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余所院校 开展长期合作 近五年招收合作办学项目学生 和参与国际交流学生2000余名 联合培养硕士博士近150名 在校留学生500多人 其中硕士本科学历留学生近200名 学校与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 合作举办孔子学院 成为省内第二所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高校 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 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备案名单 成立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著名歌唱家玉军健担任院长 打造一带一路艺术教育 与人文交流合作高地 学校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应用型高校国际交流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成都国际有成高校联盟秘书长单位 外籍专家关国兴 荣获我国外籍专家最高荣誉奖利 中国政府有意讲 四十年逃离芬芳 一代代成大人 在这里挥洒青春成就梦想 十万英才写子 从这里奔赴四方 为国家昌盛和民俗复兴奉献材 立下功勋 中国文坛双子心 著名作家沙丁艾武 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 黄玉顺教授 国家洁亲彭连刚教授 南丁戈尔奖章获得者杨秋 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平荣誉奖章获得者张青 全国大学生创业英雄百强秦树 无数优秀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分布各行各业 他们的根和血脉 始终延续着这所大学的宝贵文脉 和不朽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新时代 快速发展壮大的成都大学实力更加厚实 目标更加高远 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2018年 成都市出台 关于支持成都大学 高水平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 全方位支持学校高水平建设 2018年 教育部正式批准学校恢复成都大学校名 成都大学的发展历程由此放开 崭新一业 要看银山拍天了 开窗放入大将来 高水平应用型综合大学的蓝图 已经汇旧 一曲大学与城市 共生共荣的华美乐章 正徐徐上演